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以天劍何載 寶島出照期待 期待劍開 問蒼茫大理想 劍盤誰載 為你沉遍八方路 想你深海 心已翠風中笑影 偷偷夢來 迎入你全部豪方之台 八次你八次我 誰無功利害 劍是龍劍是虹 行年約萬年萬來 一嬌了千嬌了 亮燈知能愛 以天成以意愛 衝心何載 請問國下 是否張無忌張公子 再次就是張無忌 這個長官 小人賤名拔連台 奉命來接張公子和謝大俠回歸中土 小人今天找到公子真好運 那是甚麼人派長官來的 小人是奉勃以都師將軍之命前來迎接的 將軍一共派出八艘船 在敏玉一帶的海面 尋找公子和謝大俠的下落 想不到是小人首先立下大功的 這位長官, 不知道貴上司為甚麼要派你來接我 將軍說公子是大大的好人 是當世的英雄豪傑 命小人找到之後, 好好的招待 至於為甚麼要接公子 將軍沒說, 小人不知道 明知我們是不是你郡主的意思 郡主?小人沒有福墳見過 這位長官, 請你上船稍後 我們收拾行令, 馬上就會上船 好, 小人就在船上恭候各位, 請 請 請 你這個妖娘 突然派一隻船來接我們 一定有詭計 葉伯, 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船上 如果他在船上就好了 不如我們跟他說 和我們在這裡住得很好, 不走 傻女, 就算我們不想船 他也不會放過我們 何況武記是明教的教主 他突然失蹤了 教宗上下一定要四周去找他 教不能一天無絕 武記一定要回中原的 那以後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來…我有事要吩咐你們, 來 張公子 張公子, 三位為甚麼不在裡面休息 我想… 張公子, 張公子 張公子, 少爺沒有得罪你 我把船洗去東面 想沒命的就照吩咐去做 馬上穿藥草洗去東面 洗去東面, 快點, 快點 快點 張公子, 這裡就是中原了 武記, 上去看看 看看他有沒有說謊 武記夫 知道 梁小飛君子, 無毒不丈夫 己不傷人, 人卻害己 我妖女這樣對我們 我們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身 可是這些人是無辜的 這些人達子兵是我們的敵人 何必跟他說菩薩心才 何必他們死了之後 照晚就不知道我們回到中原了 我們找他報仇用得多了, 是不是 以後, 把他們身上的銀子拿出來 然後一把火燒掉就傳他 師父 師父 如果翠山今天尚在人間 見到武記聖人一定會很高血 對了, 有沒有聲鼓的消息 還沒有啊, 師父 大哥... 大哥... 你們都在一起 是啊, 大哥 我們見師父仇誕就到 所以來跟你商量一下 剛才師父才提起五弟和武記 還很關心七弟的消息 看情形, 他真的很希望 在他仇誕那天, 我們可以祭祭一堂 要找武記就不難了 不過七弟到現在沒有消息 我們去哪裡找他 我真的有點擔心 對了, 青書 七叔離開你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說他去甚麼地方 沒有啊, 他只是說有事辦 要先行一步, 自行回到武當 叫我們不用等他 甚麼 為甚麼你不早點跟我說 我們可以問清楚他 大哥, 都不關青書的事 對了, 大哥 七弟的性情光年 很容易跟人喵殺 不如我們下山查探一下 一來可以通知武記 叫他上山跟師父觸手 那也好, 明天就下山辦這件事 我早就跟你說, 叫你不要來找我了 你知道錢草沒有多罪名可大可小的 你不用解釋嗎? 你照直說就行了 家父今天才跟各位小叔商量說要找七叔 如果讓他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你叫我怎麼解釋 你這麼怕幹甚麼? 是呀, 如果我要揭穿你出來的 我早就揭穿了 還不用等今天了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殺七叔那個不是我, 是你 你不用擔心 如果我要揭穿這件事出來的 我早就揭穿了, 還不用等今天了 那你現在找我究竟是甚麼事 我想你去見一個人, 就是弊幫幫主 你要帶我這件事來幫主, 為甚麼 到時候你看到我們幫主就知道為甚麼 宋兄, 我敢擔保這件事 只有百里而無一害 家父今天要下山, 我要留守武當 如果你要我去見, 你自己再安排 不過到時候我不敢擔保 是不是直接可以見到你 如果我是遇到張真人的 或者是宋大俠的話 你...你真是恐嚇我 你遲又是要見, 早又是要見 不如趁宋大俠現在不在 你六三物更方便 你自己考慮清楚吧 醫父, 這裡有一間客棧 不如我們進去吃點東西, 然後再投點 好呀... 我們穿成這樣, 怕不怕人家不招呼 我們把銀子放在櫃面裡 就有人招呼我們了 走吧... 掌櫃, 我們用完酒飯再結束了 區區操茶難煩算甚麼 就由我們去做東 不用了, 快來招呼三, 大爺 好...三百客官, 這邊... 我們要坐下, 去吧 好, 走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激烈, 黃蓋蜂今天在這裡集會 不如我們躲一躲, 以免節外生節 不要緊, 我們正正的吃完醬酒 不會有事的 高手 大爺, 坐一旁, 坐一旁 這邊, 這邊 走... 大爺, 坐一旁坐 大爺, 坐一旁 紀華官, 不知道為甚麼吩咐 沒有了, 給出去 謝謝, 官 武記 你以為丐幫又在這裡搞甚麼 我看丐幫一定在附近舉人一個聚會 商量大事 丐幫一向跟本家為敵 最近又派人來搶屠龍刀 我看這個聚會會跟江源氏有關 我們應該打探一下 以防他們再有奸計 武記, 這件事由你一個人去辦 至於武功不是很高 幫不了你收 我雙眼... 義父, 這件事由我一個人去 紫若就留下來陪你 你...你小心點 我會了 又說成外 誰 上頭掌楼, 上宮掌楼 執法掌楼到 好 恭迎幫主 參見幫主 來, 大家好嗎 幫主, 你好 陳長老, 你就金無師王 和屠狼當事向大家說一說 是, 我是兄弟 因為機緣口下, 兄弟有一次路過武家莊 莊裡面住的是武烈和武青英 兩位... 當時她兩父女已經中了 金花婆婆的千豬萬毒手 我是她兩父女口中知道 金花婆婆已經潛伏海外找了謝信 於是我就聯同鄭貴兩位長老 潛伏金花婆婆所住的寧蛇道 打算山頭借信 然後把陀螺刀帶回來遣給我們的幫主 誰知道魔教大幫人馬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對方有幾百人這麼多 我們當然跟他們拼命死戰 但始終是寡不敵中 貴長老就因為這樣 為我們蓋幫而順難 我們跟貴長老保守 再產祥報告, 生死不樂難 來, 陳長老就有話沒說完 大家靜點 總算是天保佑我們丐幫 兄弟在這個時候 認識了武當一位弟子 相信將來對我們丐幫有很大的幫助 有請宋小孝 青書, 武當宋青書 參見市幫主 見了 各位兄弟 這位宋青書、宋小孝 是武當派宋遠橋宋大俠的公子 日後武當派宋 一定非他目送 而魔教教主張無忌 可以說是宋小孝的師兄弟 所以魔教裡面種種的事情 宋小孝也可以說是鳥如指掌 我們剷除魔教... 幫主, 剷除魔教報仇雪恨的行動 請幫主定頂 這件事是本邦的大事 須要從長計議 實話長老 是 你叫七代以下的弟子 全部退出去 讓我們好好商量商量 是 共邦主令下 七代以下弟子退出大殿 在廟外相後 是 是 是 本邦主, 宋兄弟和本邦還有功績 如果幫主准許他 投靠本邦的 以他的身分和地位 日後一定會為外邦建立大功 陳兄, 這件事 宋青書投靠本邦 欺蓋贊事足是六代弟子 歸百代長老, 陳友良管 快點謝謝我們的幫主 弟子宋青書, 謝謝幫主 算了... 宋兄弟, 你進入本邦 就要受本邦邦規約束 日後雖然你當了武當派掌門 也要遵從本邦好力 知道了嗎 是 對了, 宋兄弟 既然你身為武當的未來掌門 為甚麼還要投靠本邦 好, 既然這裡沒有外人 我們也不怕照直覺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未派新掌門人 是一個年輕馬美的女兒 叫做周知恆 周姑娘和宋兄弟 青梅竹馬, 早有婚姻之恆 誰知道魔教大魔頭張無忌 竟然還刀奪愛 大魔頭張周子老扶去海外 宋兄弟氣憤不過 於是就求救於我 我們做兄弟的 當然要怕心口擔保 幫宋兄弟找回周姑娘 哈哈哈哈 英雄難過美人關 一個是武當派掌門 一個是俄迷掌門 一個是俄迷掌門 此人和丐幫大爺還關禮 請幫主你發落 快點帶他上去 全大魔頭 見到方主還不跪下叩頭 你很大打, 你是不是想死 既然老子落在你手上 根本沒打算有命回去 稟幫主, 這個小子 在魔教裡面是一樓高手 他的武功在四大護法王之上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輕視他 好... 陳兄弟, 他究竟是誰 他叫韓林兒, 是韓山童的兒子 韓山童? 看稟幫主, 韓山童 近年來大敗員兵, 大建威名 他手下的大將 朱元璋, 徐達, 常宇春等人 都是魔教中的厲害人物 我們現在琴著這個小子做人事 不用怕他爹... 你不用擔心 我爹只聽將教主一天號令 是嗎 你說得你們教主這麼英雄了得 不如你就幫幫我看 帶我見見他吧 我們教主擔當大事 他沒你這麼空 江湖上有很多人見過張無忌 說他被援兵抓了 已經在大都附近斬首正法了 你胡說 達子有本事抓到張教主 就算千鈞萬馬 我們教主也是來去治愈 張無忌的武功無材無好 無法除了我之外 還有人躲在那裡 我才要牽伸一副短命傷 看來這個人的武功 有人跟他看過相 說他今年過不了年初 你胡說 我們教主擔心人口 上天必然會保佑他 我就認為他過不了二十四歲那關 張無忌在此 誰奏他短命 張無忌已經死了 你到底是誰 你竟敢夢見他 我快點說 姜無忌好地靈的生存在世上 為甚麼你們巧巧遷就他死 他長命百歲 洪福齊天 就算你一個一個死青江 他還要活多八十歲的命 你到底在哪兒 竟敢來到這裡搗亂 我剛才也說了 我就是明教教主張無忌 也很快放了我的兄弟 是 趙敏姑娘 你騙到她 騙不到我宋青雪 看分幫著 這個女子 是羽陽王的女兒趙敏 她手下高手甚多 我們要小心提供 那又怎麼樣 豈有此理, 抓住她 參見郡主 這個姓陳的小子 他就張公子短命 不要放過他 是 還有, 這個韓臨兒小兄弟 他對張公子忠心一撇 你們在這裡設法救他 知道了 是 偷了二天見郡 為甚麼沒用 如果二天一撇 其他人根本不是他的敵手 是你 我們還不趁機走 我們留下來打探他的奸計 還要救漢 那好, 你又怎麼樣 師兄, 保護郡主, 追 你怎麼樣 你不見我 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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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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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幫主, 他們已經走了 找幫主, 敵人已經逃離 本治五里 不知所蹤 屬下無能, 請幫主降罪 敵人的武功太高強 跟你們無關, 算了, 算了 謝謝幫主 陳長老 在 剛才你是搗亂的小妖女 是俞陽王的親身女 可是魔教是反朝廷的 他為甚麼又會 替魔教出頭這麼奇怪呢 鐵品幫主, 個宗情由小弟略知一義 那你說 魔教本來是跟朝廷作對的 可是那個郡主少妖女 迷戀張無忌 他恨不得嫁給他 所以就一力癱瘋 宋兄弟, 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那個張無忌學會魔教邪術 善於迷惑女子 都不知道有多少女子 跌入魔像 沒錯了 魔教的淫邪之徒 也會彩花邪術的 這樣的江湖敗類 人人得如之之 關於周姑娘的事 你可以放心 我們一定會幫你奪回外妻 至於那個小仁察張無忌 我們不會讓他逍遙法外 多謝各位操心 幫主 剛才宋兄弟所說的話 兄弟突然想到一個妙計 可以把張無忌這個小仁察 制得鐵鐵伏伏 小仁察 令魔教上下所有的人 都要聽令於伴伴 陳長老, 你竟有此妙計 好, 快說... 幫主, 這兒耳目眾多 容易洩漏機密 除了陳長老, 宋兄弟 還有八代長老 其他人全部退出去 是... 走 宋兄弟, 這次真的要靠你了 我? 沒錯 龍頭大哥, 請你配幾份五毒塞新散 交由宋兄弟大上武當 暗中落在張真人 和武當國人的成為之上 我們就在三下戰營尾 到你事成之後 我們就將張真人 和武當國人一網成球 用作妖協 到時候 我們就不憂張無忌這個小仁察 不聽命於伴伴 不行 這麼陰險的奸計 我不做 宋兄弟, 我們這次這樣做 無非都想拳逐張無忌 大禮如果讓武當人知道 我還有免立足 現在這裡除了我們幾個人之外 根本就沒有其他人知道 你聽著, 事成之後 我們就把你和其他人鎖在一起 對, 他們到時候就會疑心理 可是人生於世 孝兒為本 又怎麼能掩算家父和我師叔伯 這一層我也很明白 不過不知莫生光目七下 素兄弟你怎麼跟他稱呼呢 為甚麼陳友諒一提到七叔 宋青書馬上不敢出聲呢 既然幫主有命 小弟就唯有適從號令 可是各位要答應在下 絕對不可以傷害家父半分 也不可以折辱於他 宋兄弟, 既然我們兄弟相稱 寧尊自然就是我們的尊長 好, 別說兄弟你不叮嘱我們 我們自然會對老人家 想指責自禮 好, 大家就分頭下視 你去哪兒 我怎麼得罪你張大教主 虧你還有臉來見我 我怎麼沒有臉來見你 你偷屠龍刀和二天劍 我不怪你 你把我留在荒刀 我也不怪你 但表妹欣尼身受重傷 為甚麼你還對他下毒手 你這種狼毒的人 親你世間食人 今天就要加分你 你說我偷屠龍刀和二天劍 誰見到 你說我對殷姑娘下毒手 你叫他出來替我對真 好, 那你去陰間替我對真 你...你以為殷姑娘她死了 他們畫了這麼多劍 你以為她還會有命呢 我... 是周姑娘說的, 是不是 周姑娘不會在背後說人壞話 那是殷姑娘自己說話 殷姑娘說不出話 殷姑娘說不出話 她一直昏迷 直到臨死前才說了幾句話 當日在荒岛只有我們五個人 難道你說是我義父殺的 還是是我殺的 還是是我表妹她自己做的 我很明白你的心思 你怕我和我表妹結為夫婦 於是就對她下毒手 不過我不怕告訴你 無論她生好死好 我一直都把她當成我妻子 你們怎麼回到中原的 成夢你好心排水師來救我們 幸好我義父母 也有這麼愚蠢清清, 沒上你的當 其實我早已拿到重誓 要殺你替表妹報仇 可是我今天下不了手 你作惡多端 再讓我見到你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張武記, 你去哪兒了 我去哪兒不關你的事 我有事要問 只有謝前輩和周姑娘 你帶我見她們 我是義父手下不容情 你看見她只會送死 你義父雖然心狠手難 但奪不像你那樣糊塗 再說, 如果你義父殺了我 就正好常氣心軟替你表妹報仇 我甚麼糊塗 我不想讓你見到我義父 你根本就不捨得我 我怕我被你義父殺死是不是 胡說 多行不滴自閉 你自己好自為之 我要見謝前輩和周姑娘 我也不想讓你背後說人壞話 我要當面問過明白 你還要問我義父甚麼 一會兒你就會知道 如果我義父真的要殺你 我救不了你 我也不急, 你用不著替我擔心 沒有人替你擔心 我現在親手殺了你就真的 義父 好, 走 知道 知道 少爺哥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兩間房間的客官 這兩間房間的客官? 不得了 為甚麼你沒看到只有情貝 還這麼開心 胡說 胡說, 我甚麼時候很開心 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 你一推開門的時候也不知道多擔心 看見謝前輩不在 就整個輕鬆殺了 我知道, 你怕我被謝前輩殺了 如果他不在 你就不用這麼擔心 想不到你真的不捨得我的 就算真的不捨得你 那又怎麼樣 我很開心 你三番四次這樣害我 你怎麼捨得我嗎 不錯, 我以前的確想殺了你 但是自從木楼山莊之後 如果我敏敏特木耳 再想加害你之心 就保佑我不得好死 那為甚麼你為甚麼偷屠龍刀 和以天劍 金心把我留在荒島呢 既然你認定是我 我就八次難變了 現在唯有等謝前輩 和周姑娘回來 我們四個人再對質 你滿口花言巧語 騙得我 騙不到義父和周姑娘 那為甚麼你要金心給我騙 我... 是不是因為你喜歡我 是又怎麼樣 是我就更加開心 我有點餓 我現在想出去吃東西 順便等謝前輩和周姑娘回來 大哥... 二哥... 你們回來有沒有查到甚麼消息 暫時還沒有 想不到我們下山那麼久 還打探不到七弟的下落 誰 追 胡敬哥, 你看看 明教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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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先生有沒有人 我們是路過的 想謝叔叔一笑 你站在我身後 我殺了七叔 你站在我身上嗎? 七叔 糟了, 我們還算了, 快走 為甚麼我們要走 你這樣也不明白 豈人特意引我們來這裡 教你殺死他 那我更加不可以走 我要留在這裡查出真相 我更加不可以這麼不孝 留下七叔的屍體在棄屍放野 我要帶七叔走 可是如果你這樣出去 就水洗都不清了 毛記哥 毛記哥 誰 大師伯 毛記 毛記, 為甚麼你會 跟妖女在一起 毛記, 你背上的人是誰 是七叔 七弟... 七弟... 七叔已經死了 我想他已經死了很久 我剛才才發現他的屍體 七弟... 毛記, 為甚麼你要殺死七叔 你這麼做法 怎麼對得起你這麼多屍體 大師伯, 你誤會了 七叔不是我殺的 不是 不然的話 為甚麼你抬著他做屍體 是不是 我早已跟你說過 你又不相信 現在百字難辨了 你妖女, 閉嘴 東派的事不准你插嘴 毛記, 我真想不到 我還不相信塔上變成很微薄 你竟然... 大師伯, 你聽我解釋 你不用解釋 可能你們早已有羽毛 毛記, 為甚麼你會變成這樣 我們武當派的弟子 個個都是頂天立地的 男子漢大丈夫 個個都可以驚惡座間 行俠仗義 但是今天 竟然出了個喪心病狂之徒 殺害同門, 勾結達子 二弟、四弟、六弟 你要清理沒戶, 為七弟報仇 各位叔叔 各位叔叔 請你毛記說一句話 毛記絕對不會做出 對不起太師父的事 你不要提太師父 你要殺就殺我 你們到底說不出道理 毛記哥, 你還是先走了 別管我 如果再這樣下去 你只會死得不明不白 各位叔叔叔, 得罪了 毛記哥 毛記 不要出來 如果毛記就是殺了七弟 我們遲早要找到他報仇 大哥 我們還是先收入了 七弟的屍體 好香啊, 別這麼肚餓 吃不吃 我吃的 這麼生氣 我死了, 別救我 別鬥氣 你讓我靜點好不好 我知道, 你生我昨晚跟你在一起 累你比起師叔伯誤會 這次我真是水洗都不清 現在你知道 被人誤會的滋味是怎麼樣的 不過現在不是發脾氣的時候 我們還要趕去救韓文義 還有救你義父 一路上再查探殺你七叔的兇手 還有, 查殺你表妹的兇手 你說甚麼 莫七叔是你殺的嗎 為甚麼你師叔伯 會認定是你呢 一定是我殺的嗎 為甚麼你要認定是我 難道你可以冤枉人 人家不可以冤枉你 我們現在就先去龍門 韓林兒被丐幫抓了 你義父也可能在那裡 一定是丐幫第一組 認識出來的身份 跟蹤我們去客棧 你這麼急, 趕著救你義父 還是那位周姑娘呢 你看, 布在那裡找找的 那個按摩 你看, 快點 那 Canadáj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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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白 好, 那個完美一模糜了 真是在那裡 我們還要趕路 你為姑娘流那麼多血, 你還趕路? 我的腳不要緊, 不用休息 我們趕路吧 傻了, 你為了救我才會受傷 你現在傷得這麼重 我怎麼可以讓你趕路呢 如果你以後還是對我這麼溫柔就好了 都晚了, 你早點休息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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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點晚了 哦… 好, 走 事在緊急, 先走一步 若留姑娘小心養傷 事成之後當謀良悟 為甚麼這麼大的陣口 一個乞丐都沒有 只要打探到丐幫聚會的地點 就可以打聽到義父 和子虐有沒有落在他們手上 天已經黑齊了, 現在怎麼樣 如果敏匯在這裡一定不會這麼傻 那個陳長好, 真是利益 無緣無故又通知大家 去曼陽愛的那兒走 是啊 這樣也行 走 天天劍何在 寶島出照期待 期待劍開 問蒼望帶你上 劍盤誰在 為你尋遍八方路 為你尋遍八方路 想你深海 心已錘風中照影 偷偷夢來 迎入你全部豪放之台 今晚的心中 閃會 誰無故又通知 誰無故藏 阿娜 為你尋遍小夢 我和你尋避抹 ogue 夏至華